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亮出三国虎也就是说的左翼拘一鸣不给红方拘一平二了 也是非常合理的一种走法 接下来红方跳正马 除了跳正马以外也有走向七级舞的 也有走向三级舞的各种走法都有 然后何一方也是足三进一 先挺个兵 接下来红方炮八进四 左炮进四 就是形成一个典型的这种六八炮的这个阵势 跟五八炮呢还是同中有异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多箭的阵型 这个阵型的好处就中路对黑旗呢有更多的威胁 炮放在过攻炮呢 好处呢就将来能一步连向 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呢走得比较公正 浸泡以后呢黑方就选择了补七项 对他直接补了一个项 像七级舞 补项呢也是啊 经过这个历代骑手啊 不断这个总结啊 最后认为黑方呢比较灵活的一种打法 并且也比较厚实 是 如果你先上马呢 红方有泡花瓶漆压马 下部这个G呢就觉得出来 这儿呢 这儿呢就是等待一下 看红方的态度 对 看红方这个炮呢怎么落 因为红方你现在的泡花瓶漆就肯定走空了 黑方可以泡水平山盯住你 下部还要马上进一灯 你现在要是走泡花瓶山呢 这儿相对来讲呢 对黑方这个漆路线呢没有压力 对 但是泡花瓶山呢也是最常见的 那么黑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呢 选择泡水平山 马尔吉一和马尔吉三都有 这个布局呢 我们在90年代非常流行 这其中我走得比较早 我当时就是对江苏的廖二平 就是走的这个比较好 足以整一 用将来黑方的G级 这个好处呢就是对红方的七路线呢 有一些压力 但是红方盘面上的多一个兵 也可以下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就是斗中性的比较强 局面呢也比较复杂 实在当中呢 周一同呢 主要是想啊 在布局上啊 给对方啊来更多的考验 他选择了一个G一进二 对 张老师这期 以往除了泡花瓶山以外 也多走这个向西进五 可能先补一手 向西进五也有 他G一进二这个思路还是挺少见的吧 就是 从这个局面上来讲啊 符合精神的还是跑花瓶山大调 对 因为你看这个众多高手啊 下这个购工炮 走到这个局面啊 你看汪洋 洪志 就是有几个冠军级的特大 喜欢走高风炮 一般走到这个局面 他们都打变 对 这个G一进二呢 张维同呢 可以说主要是 针对这个非常关键的 这一场次的棋呢 是想呢 这个求一些变化 赛后呢 张维同呢 正好我也碰到他 我们也这个盘谈起来 他说可能 这个感觉这个效果呢 比较新颖 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那么赵伟呢 来自上海队的这个 科班出身 也是代表上海队呢 打了很多年的象甲了 对 功夫也很过硬 他就选择了足迹 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 因为洪方这个局啊 毕竟的速度上 放缓了 是 你这么出 将来可能最主要的 出了就是对局 所以黑方呢 抓住这个机会呢 来化掉洪方 这个泡花禁四的这个威胁 本身呢 也符合其力 那么走这儿 洪方也不能补相 补相你居将来出 就别扭了 对 所以洪方 所以洪方就选择 直接出居队 那么黑方 黑方也只能接受对居 吃掉居 洪方再炮 六平二打过来 这二呢 通过这么一个简化呢 局面呢 就是又比较平静 对 黑方呢 是选择的马二进一 除此以外 也可以走马二 对 他实战是走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也可以走马二进一 跳边马 对 他实战马二进三呢 洪方必然是炮 拔平气 对 马二上马 就是跳马 洪方平炮 压住 平炮压住呢 就是对这个底向有点威胁 对 黑方呢 向先没动 他先把居出来 是 居平二 对 赛后呢 郑玉彤呢 他也跟我聊这个棋 他说如果走居有平八 他最顾忌 对方走炮平 直接就对居了 他说这个棋啊 居肯定就都对了 他说这个棋 洪方就很难去进一步发展 对 但是这样走呢 洪方倒也不怕 但是可能局面简化 所以他实战呢 他走了一个马三进二 他意图是不给黑方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八 两种走法 对 他想把局面导向复杂的 赛后我也跟他说 我说这个棋 要是走的话 还是马三进四 感觉这个脚啊 是不是控制能力更强一点 他说对 他说这个 他最后说 他说这个棋啊 怎么 他说考虑这个局啊 既然不能直出 是不是就考虑横出 对 他说将来居酒平三或平四呢 加强这个攻势 他说显得更积极一点 对 他说当时他跳马的 走得也比较快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向甲的赛制呢 是快棋的规则 或者说接近快棋 二十分钟自由 每走一步棋呢 加五秒 应该说速度很快 那么在布局的准备上 以及中后局的这种反应上呢 就非常重要 时间可以说左右全局 另外呢 这个到了决赛啊 这个压力也很大 咱们在这个六进四和四进二的比赛当中呢 对 都打得非常激烈 像我们北京队和上海队 经济联队 我们打了十场棋 这也破了记录 对 是先是四盘这个二十加五的棋 对 然后接着四盘的那个快棋 超快棋的加赛就是五加三 五加三 就是单方用时是五分钟 每走一步棋加三秒 对 那速度就很快 因为毕竟呢 这个比赛重要 你要说纯快棋赛 五加三也比较多见 对 压力很大 就说的 包括你家这次 谢静和这个王天一 残局对决 那个王天一的棋 始终占有优势 对 但是呢 这个棋就久攻不下 有点招法走得有些急躁 结果最终呢 谢静呢 这个防御反击就打得非常漂亮 就是这个 加赛这个五加三的这个比赛 就是说的这个紧张 激烈的程度呢 超过了以往 通过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呀 当时呢 也是吸引了 这个数以万计的起友呢 能够关注我们这个 相当联赛的这个 最后的季后赛 对 所以说郑回彤呢 这个策略呢 他就是想 继续封闭这个局面 他马上一边二的想法也挺好 对 黑方接下来呢 就是 他就捕了一手相 捕了一手相 捕了相呢 也比较公文 对 红方这个旗呢 也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 进攻 感觉黑方这个布局还是挺成功的 嗯 就是说 红方居家呢 是想求变 但是黑方应付的呢 应对的挺好的 对 红方这个旗呢 没有讨到便宜 那么红方这个 比较简单的走法 可行的啊 泡水平三打马 直接打马 马七八 要再把这个兵打掉 这二呢 红方呢 先多一兵再说 这个也是一个走法 当然黑方如果走得 合适的话呢 这个旗也是一个 军事 黑方可以炮入进 直接炮进 对炮 因为你炮要退呢 你活力就差了 对 没有这个炮一瓶二 这些动作都没有 嗯 而且黑方将来 还有炮成反击 所以这期红方可能 也只能对掉 对掉这个旗就非常平稳 对 红方还有在将来 对这个局 这个旗可能就说 红方就多一个小编冰 局面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军事 对 就是下残局 那身材中的红方 又不肯这么走 他又保留这个复杂 他又补了一个像 对 黑方就炮平一了 下部旗的就准备 鞠二进三来捉炮了 这个旗红方 这个时候再走炮 二平三黑方就强硬的来 对 他直接可以 鞠二进三交换 这儿红方被迫呢 因为这个炮不肯打 打了以后 这个地方 红方的子力 要更散一点 黑方这个马分尽四 鞠二进三 都有很好的反击 红方被迫呢 这个进炮换马 黑方鞠二平三 鞠二平三 对 大家看到 就这个转化的局面 最主要是 红方的这个子力 不够协调 对 这后边这个马没根了 好像这些黑方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弱点 红方呢 这个炮呢 打出去 黑方也是有点弱点 有点弱点 这个高向 有隐患 这个向肯定在底下安全 我这想着黑方的这个大子都比较糊 这个另外这个鞠呢 现在这不明 对 比如说他一鞠有云外以后 你鞠不能动 一动他打马 鞠挖进去捉霜 有捉霜 对 黑方呢就说这个阵型呢 不是特别协调 但是呢 这个阵型呢 对自己呢 就是保全自己 也是没有问题 当时我记得 我在网络上直播 给大家这个讲棋 我说这个棋啊 黑方返先了 黑方返先了 对 实际这种判断呢 我认为也是正确的 确实黑方返先了 怎么说 对 事后呢 我也看这个棋 无论是从这个 我们这种高配置的电脑来验证 还是从人的感觉去验证 因为这个棋就是红方 这个棋啊 对黑方没有牵制 但是到了现在呢 就是第一个是心理的较量 对 还有一个时间 时间上的较量 这棋其实应该说 黑方的压力更大一些 还是咱们队伍已经输了一场棋 对 比赛呢 这是第三盘棋 对 如果赵伟能够取胜对方呢 那么双方将打平 对 回到同一起跑线 那就看四八 就是前三个队员 第一盘上海赢了 第二盘棋平了 第一盘棋是广东赢了上海 广东赢了 对 第三盘棋呢 赵伟如果输了 战斗就结束 对 如果赵伟赢了就打平 平了以后 将迎来第四盘棋 那么第四个发的呢 从感觉上来讲呢 上海队剩下的是谢静 这个是唯一的人选 广东队是许国义 许国义 另外呢 广东队也有可能派出 吕清老师呢 作为超级地步出场 对 这也是一种可能 是 所以说呢 这个上海队的思路呢 这盘棋呢 就是想 这盘棋打平 让谢静呢 去争胜 对 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个 曾威同的实力比较强 但整体这个思路上 可能上海队给这个赵伟啊 安排这个任务了 结果赵伟啊 这个 后把盘就显得特别的保守 结果导致这个棋啊 缩手缩脚 他这部退马是可以的 对 因为这个队子 红防肯定不能接受啊 他就先走炮 对 炮三进一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在组五进一 这个组五进一啊 显得就必要不是很大 这个感觉就是 把剧量出来吗 三陆剧量 就说这部棋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 但是呢 就说这个走不走呢 也不吃紧 对 比如说可以直接打兵 就比较鲜明 我就准备多兵了 你去做我炮 我就炮 炮一退二回来 对 退两步 你能有什么手段的 你也没有办法 你再捉我再上 它组五进一呢 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这个局可以逢圆 对 左右逢圆 但是它不足的地方呢 这个中足没根了 是 将来红防这个灯的时候呢 它要平均保 多了一个负担 当然这个棋 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红防是先 它最八支四 巡核 黑方炮 主行寺 对 那这儿呢 黑方就先持一个足 进入了这个 终局的 漫长的这个战斗 对 那到底这个棋局 怎么发展呢 稍后我们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黑方呢 上部棋呢 炮九金四 打兵 拉开了这个 中局的这个战斗 红防呢 不肯这个兵 兵七 他要怕他炮九推一 对 这个有一些牵制 那他就马上推四 挡住他 另外登这个中足 黑方实战是走了一个炮九推二 用炮来看住中兵 对 实际上 还有一个走法 就继续兵五 这个会比较结实 那红防如果再兵基金一队兵的话 那黑方恰好也跑一瓶三 因为你这个中兵啊 对方瞄着的 你不敢去跳 你先跳 跳马的话 打一枪 那这个其实黑方 亲个之间就可以拿到绝对优势 那十六战五 我们先看十四吧 十四战五 十四对方有个打兵 强行打兵 这儿有个巧招 这儿黑方多三个族呢 就可以说呢 一举确立盛势 鞠吃的话就滚过来 那冬鞠就打过来 那我至少我也多两个兵 你怎么吃我也多两个兵 对 所以说这个打中兵啊 很厉害 红防如果十六战五的话 黑方可以先滚 你鞠吃它俊五平二呢 是一个叫杀 正好是先手套鞠 这儿红防呢一无所得 这两个马也没绞 这个底线啊 还被杀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可以先走 鞠三平五 这儿对红防的牵制更大 说明这个走开剧以后 红防还没有对棋 那你如果不是 我也抛一平三 把你勾了 抛一平三 这棋黑方呢 我认为就比刚才呢 甚至又扩大了一点 先生 对 因为多了一个兵 又瞄着红防这个子力 所以说这个鞠三平五呢 是一个很关键 这儿发展下去啊 对 我要是选的话 我肯定选黑棋 是 红防这个棋呢 这个少兵呢 说实话 下着还会有点辛苦 所以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就是处处体验了 保守的这个直老思想 对 他去推炮 这儿对红防的牵制就小了 是 他本来自己的阵型 更稳固一些 更安全一些 他不是 然后他炮 一平三 对 他这时候炮一平三 这炮一平三也是好棋 红防这个棋呢 暂时不好动 他只好 对 马斯特尔回来 这个时候呢 他抓了两件炮 他平均捉 红防只能炮到平四 只有一备位置 再抓 再捉 还得炮四平三 对 另外呢 走到这儿呢 黑方呢 实际上这个平局 捉两部呢 也是好棋 把俱乐先手 站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这个炮 就应该打出来 还是应该吃个病 但是他吃兵 可能总觉得 这个三路炮 会有危险 没有问题 下部炮就加 两个炮可以连 这个猪八腿要捉炮 如果你不吃兵的话 你走炮三串二 也是可以的 然后直接退两步 下部马五进三 这儿黑方的阵型呢 也是非常牢固的 对 红方的这个棋呢 也基本上就是 只能去 谋得这个合棋 就是红方这个棋 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关键黑方的那个各个子 都占据要点 对 黑方 实战组马五退三 对 这部棋呢 也不是很坏 但是不如动 三路炮呢 更加的 符合这个局面的 这个发展的需求 对 接下来红炮三平八 对 他炮三平八掉过来 这个时间就越来越紧了 双炮 是 因为这个心理的这个较量 对于这个神经呢 是一个考验 因为时间越来越紧 对 赵伟呢 毕竟呢 没有郑伟同呢 这个经历 这种大战更多 因为一个象棋呢 是个人的这个项目 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呢 也需要一个团体的 这个配合 包括 你一发选手 二发选手 先手对谁 后手对谁 也要对对方呢 有这么一个 大致的分析 那么上海队呢 很明显呢 他就是说的 派出这个三发呢 就想顶和 对 肯定就是希望赵伟 后手顶和 所以是赵伟啊 这个脑子里啊 总是抱着这个 和齐的这个想法呢 这个可能上海队 给他任务 束手束脚啊 他这个 反而这个 背上这个包袱 对 所以骑走的 就不够洒脱 黑方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很明显 不是怎么选 实战黑方 是六进五 他那你觉得 十四进五怎么样 十四进五 后来就是 张老师 因为我摆这个旗啊 跟我说 这个十四进五 还挺好 但是我 我当时就是说 开始的时候 还觉得 这只能 是六进五了 因为这个 十四进五 你不正好 让人家将一进五 但实际上 您跟我说 这个将军法 是不用特别担心的 你将的法 可以满跳上来 黑的也挺接受的 对 但是实战 他走了一个 他走了十六进五 感觉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对 因为刚才那个 孩子在给大家 延伸两步 对 这个棋 十四进五的变化 不是 因为你将完了 后边还有动作 对 将 还可以跳满 平炮 黑方怎么应 平炮 黑方就可以出这样 这样我们的四亮出来 对 就是给我们 广大的爱好者呢 可能要摆到这个图 对 这个图呢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老将不是容易打高吗 打高也不要紧 是 红方没有第三个子 能够冲过去 对 黑方走这个阵型的 也完全不怕 他下午还是有打兵 主要是红方的两个马 他还是有打兵 然后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来对军 对 红方这个棋呢 也没有便宜可占 红方主要两个马 没办法投入战斗 对 这个棋黑方 所以这个知识 是一个认识的 概念的问题 对 黑方十六进五 就过于保守 这儿这个马呢 被牵制住了呢 这个棋就没有 发展的这个活力了 对 主要现在也没法 马三进四跳上来 那纪八进三 他正好有个 G八进三桌炮 这个棋我们也要 给大家摆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 安好者 低水平的容易犯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很 把劳 然后对方有一个 对 正好有一个 平坡打狙 这个叫倒踢紫金关 背后一搂打 黑方这个就只有 枯渡分了 对 这是紫粥了 这个 这跟闷梦一样 所以这个棋 千万要注意 所以说黑方 上马来不及 他只能知识 而知哪个识 很有讲究 他实在是识六进五 识六进五 红方泡泡机 这个如愿以偿 这个底炮 就把这个底马拉住了 黑方就会觉得 扯着 他不容易展开 对 那这个棋 黑方可能 积极的还是应该打 打了 还是要把B打 暂时也没办法 他实战 他可能还是 有点 这个 他走了个 剧六瓶四 他是想 他想剧六瓶三 这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用 因为一上 他又感觉 又不能来 来了又怕 胡方先去攻他 对 因为你这个马炮 都在后边 所以黑方又 想回撤 红方这个时候 也不好进攻 也只好退 他就居四平五 对 居四平五 他是不是走了个 炮八瓶九 他平炮的时候 他好像 对 他先炮八瓶九 对 先炮八瓶九 他居四平五 他那个 马路紧八 反正他 居四平五的时候 他马七推六回来 对 然后这儿他 对 他炮八推二 然后他马路紧八 对 然后炮八瓶七 打马 他回来 他又拱了个编组 对 然后红方炮九平八 对 防止他捉 他就先平了 不炮 双方这个时候 时间紧 但张维同 时间领先 双方现在都在运紫 就是 红方终于把自己的 这个马 走出来 红方通过这段的调整 还是取得了一点小优势 对 就是 底炮拉住了对方底马 这两个马通过这个调整 也比刚才要好 特别这个马 这个是一个好的调整的方案 对 这样红方通过这对兵 想把这个马将来蹬出去 那黑帮当时是走了一个 拉住 G8 G6 G2 对 红方 马8 金6 双连 黑帮 炮七平六 对 平炮打马 感觉黑帮走的也是挺好的 对 也没有太大毛衣 对 因为毕竟上海队和广东队 都是传统的强队 是 两支呢 最资深的老牌金里 从这个解放之前呀 广东和上海 就是我们象棋的一片乐土 对 高手云集 高手是层出不穷 这个棋的氛围也非常好 特别文化底蕴 你像广东 老家的棋手 这个以胡荣华老师 为最杰出代表 对 广东队呢 有这个杨光林 是 这个新一代的选手呢 这个杨光林之后 广东队有旅行许云川 上海队呢 有孙永征 谢敬 这些全国冠军的任务 对 所以说呢 他们的棋的功底呢 也都是非常扎实 就是赵伟呢 尽管棋制保守 但是招法仍然没乱 对 那么在下一步以后 黑方就一下呢陷入了苦思 就是时间走得很快 这个郑伟同啊 确实在竞技方面了 这两年呢 也有很多的进步 他突然跑 聚8.3 这么一走啊 这个对方就很紧张 这步棋就照尾啊 就花费了有三四分钟的时间 本来时间就很紧 对 就剩五六分钟 这么一走 时间就没了 是 张欧这棋要是按我来说 觉得这个红方感觉优势很大 因为红方这个底炮太厉害了 这个马被困住了 然后红方呢 这个两个马以后 也要盘旋而出 这个是不是黑方 这棋已经是 非常的劣势 这个棋是这样 就是说红方啊 取决于这个子力 到底能有多大的空间 对 物质呢 现在黑方呢 还多一个组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呢 差一点有限 这样 那么具体的走法呢 还得用这个具体的 粘术来验证 它只能马四九 因为马六九这个打掉 它马就回来 是 这个棋就没意思 正好黑方有这么一个炮 三进四的球 打冰 红方退居捉炮 退居捉炮 黑方呢 强行呢 有这么一个压炮 就说如果你吃了 撞我一个市 但是没有冰的 对 你没有冰的这个威力了 那我多两个足 我也不差 对 你要是动马 你跳马五斤六 我就继续追你 你这个马没有好位置 对 这个棋呢 黑方呢 黑方也不用担心 对 就是说黑方也不差 你再等我 我大不了 我去退回去 瞎不跟你对居 你也没什么太好办法 是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一个军事 黑方多两个足啊 对 那我形势判断太有问题 我当时看到这里以为 红方优势巨大 红方的优势 这样的一个棋 就是说它有可能登兵 登兵也是 那就飞掉 这个简单很平稳的棋 飞掉再把这个冰冰对掉 对 物质上红方呢 没有物质力量 很难去迎棋 所以说这个最关键的地方 赵伟啊 太紧张了 对 关键时刻呢 它走得 还是不太严谨 它呢就打出来了 直接打出来 然后直接退居捉炮 这个地方呢 它 它又是这个 这个地方呢 它本来可以走炮弹基因 它先打了 打了 这个倒也可以 手段它马自舰登你 然后这个地方 它如果黑方想求战的话 就可以走这个 对 你拱我 我得吃事 顾忌 它实战是走到这个 红方 把这个拱出去 它去六平四一压 红方 马六退七 准备马进八 要多一个 对 赶紧这足三基因过兵 这个也是对的 红方呢 蹬一脚 黑方 凭中居 捉 红方 凭中兵 来 摸着对方向 黑方足三平四 对 这个地方 黑方走到东 下得还挺顽强 对 你如果马八退六 居五平四 马轮进居五 足四平三 就是能先进后取 对 这个棋也基本上呢 就说的 黑方也能应付 看来还是一个 给我顾及的棋 红方呢 最好的走法是 马八退六 然后在 你足足现在 我的居八件 但是这个棋呢 也不完全够赢 对 我们就看红方 红方这个走法 给黑方压力太大 他得先白吃一个象 对 这个时候赵伟就 一顿脑袋就大了 是 这个象一下丢了 这个棋呢 飞肯定是不行 那正好马八退了 灯说 退马一灯 居于吃炮 吃着敌马是先手 吃着敌马 主要这个敌马脱根了 这个棋啊 黑方最顽强 应该走居五平二 来捉兵 直接回来捉兵 对 如果你吃了我的炮 我居五平二 捉兵 那你泡八瓶酒 然后我就把你这个马吃掉 这个棋呢 黑方多一个足呢 红方另外 十项也不整 对 黑方这里呢 还有很多呢 这个 还有周旋的机会 对 就是说他差 只差一点点 对 差的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大 是 这个棋退居呢 没走出来 可能是赵伟呢 错失了最后一个机会 随着看着又少 少像了 对 退居这个其实如果你下兵 黑方可以炮三平一打兵 对 就是把红方的物质的都消灭掉 如果你吃我还是居五平二 你不吃将来我这可以炮一瓶二 炮一瓶二打双的机会 对 所以走到这呢 这个局面呢 如果黑方走得顽强 仍然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底 对 当然这个企业很精细 是 临场呢 主要项一丢啊 人就慌了 对 这很正常 人就慌了 他走什么 他居五平六 也不能吃事啊 那人家三平就赶快下去了 所以说他泡一江 这个是 这个就连续 他又回来 这又有问题了 这个部数呢 就差太多了 他这时候再吃回来 就效果不一样 他这时候再一吃 红方这个三楼兵呢 长驱直入了 等于居战中 兵还冲了两步 他呢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 对 他退居桌 他就 这样桌了几下 不能长桌啊 他桌了怎么 竖着桌 横着桌都没用 对 所以他宝像 人家就下兵 这个棋没有办法 这个居呢 他落势 人家就平兵 对 这个相牵 这个当相使了 对 这马是死马 最后一部棋 他也平居 红方一居五片 黑方就认负了 是 为什么 这个马就是一个像 下不红方成女居 你要退居的话 这儿宾斯基 江两军就会把军 投掉 军丢了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棋啊 最终是一个心理的较量 对 那么最终呢 广东队呢 获得了这个 18年的这个 下台冠军 在此呢 对于成绩 表现优秀的队伍呢 表示祝贺 是 也非常感谢 大家的这个收看嘛 上海队呢 最后呢 是 出的第二位 对 广东也是第八次的 这个联赛冠军 第三名是四川队 第四名是杭州队 第五名内蒙队 第六名呢 是经济联队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朋友们 今天呢 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 再见